在寺廟屋頂上面的一種建築裝飾 然後很常看到屋頂上面一些龍啊鳳啊 然後人物一些華鳥吉祥的題材 然後我想說透過這一次的檢年的工藝的展覽 我這一次的展覽分成兩大類型 就是走比較傳統的 走比較現代藝術的創作的部分 然後像看到這個作品 它其實也是用簡年的工藝做出來的 然後我名字叫他啤酒蝦 我會做七線 因為七線它是裝活工藝那一門人 那因為我本身對傳統工藝有興趣 所以我就把我所學會的一些工藝 然後把它呈現在一幅這樣的作品上面 它很細緻 它人物的武將上面完全都是 所以老師又用白色的玻璃剪出來 現在來北港工藝房參訪 林秉賢老師的剪年展覽 秉賢老師這次很特別 在我們北港工藝房做了這一個 用青蛙籽 這碗筷做了一個北港工藝房的招牌 然後我們秉賢老師的展覽到今年的12月底 歡迎全國的觀眾來北港工藝房參觀老師的剪年特載 北港工藝房 commod工藝名